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OK 我們今天要花時間喔 就是講幾種極限的定義 對 就是函數的極限 這個是最直觀的 其實我們上次已經把這個講得差不多 這只是複習而已 所以我先寫 因為你基本上就是去看那個函數 什麼叫做函數的極限存在 這件事情實際上就是去看當S去因A的時候 這個FofS它是不是會趨近於一個定值L 當然這個L是時數 因為我們現在維基分裡面講到的全部都是時數 這之前有提過 那所以我們上次其實有講到 其實直觀的意思就是從圖去看 其實你從圖去看的話 其實像這三個就是蠻典型的例子 像第一個是一個中間都沒有斷掉的函數 所以這個紫色的線就是Y等於FofS的圖形 那這個東西呢 你今天可以從左邊右邊去看它趨近的高度 所以這個趨近的高度是多少 這個趨近高度就是L 所以這個就是從一個左邊跟右邊的方式來看 所以我們上次有提到左右極限 不過左右極限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所以我就故意不寫下來 因為左右極限應該是我們禮拜四的時候才會再去做一次介紹 那這個呢也可以 就是說我這個A 它其實對這個函數來講 它並沒有在這個定義當中 所以這也是我們Y的FofS的圖 所以剛剛第一個情況是A有定義 帶進去這個是有值的 然後呢我們今天這個算出來的這個極限是L 那這個L呢實際上它就是我們的FofA 這是有值的情形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就是說這個是L 因為第二種情況是A根本不在定義裡面 所以這邊是畫空心喔 那空心斷掉沒有差 因為我們其實是主要看 這一個函數在A附近的樣子 就是說你去看就是左邊右邊的B境的情況 可以去大致上判斷就是它是不是趨近到L這個數 從圖形上去做直觀的判斷 所以第二種情況是FofA它沒有被定義 但是它依然是極限存在的 那第三種情況是有定義但是跳走了 這個其實在我們數學上蠻常見 像我今天還會舉一個函數 其實我那邊有寫一個函數 還可以再把它擴張一下 就是你這邊這個點沒有 不是沒有是跑掉了 所以點斷掉 但是它有沒有被定義有 可是它定義這個點它不是L 就是你FofA是另外一個值 所以你會發現它有定義 但是它不是L 可是我的極限還是L 所以這三種情況都是直接從我們的函數裡面 直接從它左邊右邊的趨近的趨勢 可以觀察出什麼叫做極限存在 而且是L OK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在考慮極限的時候 這個A點重不重要 基本上是不重要的 這個A點的目的只是為了讓我固定 知道我要看附近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A點本身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在意 它可能是有被定義 可能是沒有被定義 也可能是斷掉 而且還跑掉 這個都不管 因為我只看左邊跟右邊 B近的是什麼東西 那至於這個點本身發生什麼事情 我一點都不在意 OK 所以我們在看這種直觀的情況 並不管A點發生什麼事情 而是管A點的附近發生什麼事情 那像極限不存在的例子 一般來講就三種 一種是 就像這樣子的分段函數 我們考慮的這個點0的極限 好這個點是0 那這個實際上是 這個其實在物理上面可能會用到 它是叫Heavyside function 這個我的講義上面 其實有把這個函數列出來 但是我函數定的是110 好實際上110或1-1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看你 就是平常真的什麼時候在用 然後需要定怎麼定 反正就是一個像這樣一個分段函數 那這個分段函數在0那點的極限一定不存在 為什麼呢 因為從我們上次所講的 你在這個0的附近去看它的趨勢 從這邊B近 是不是它的左邊的極限是-1 右邊B近它的極限是1 所以我們上次其實有提到說 你左右的趨勢不一致的時候 那這個極限就不會存在 所以這個東西在0的那一點極限不存在 但其他點都可以喔 那另外一種是極限跑到無窮大的情況 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像這個情形是一個蠻典型的例子 好可能就是在這邊 然後它往上 從這邊過來它也往上 而且它們是無窮的趨勢到無窮大 非常非常靠近A的時候會跑到無窮大 但是絕對不會等於A 所以在這種函數的情形下 它的A也沒有被定義 這樣了解嗎 但是我們有一個趨勢是往這裡看 它會趨勢到無窮大 往這裡看也是 所以這種情況呢 它的極限一樣叫不存在 好因為它的那個極限跑到無窮大 無窮大的情況也是極限不存在的一個case 那這個例子裡面稍微要注意的是 這個A有一個名字叫做垂直漸進線 但這個我們今天不細講 我後面會有一個部分專門在講這件事情 這個S等於A為 因為我們後面會有一個部分 都在教大家怎麼算漸進線 它是垂直漸進線 所以這個就稍微留意一下就好 因為後面我們會仔細的講這件事 那這邊大家先有一個概念 它是垂直漸進線的概念 好那這也是極限不存在 那另外一個是震盪行為 像譬如說-1的x的次方 因為這x它跑 它是不是這個次方就會亂跳對不對 跑到無窮大 次方怎麼跳這件事也不曉得 而且這個其實我這樣寫很不嚴謹 因為這個S理論上就是 我們希望它最好是只有在整數上 因為它如果今天是要開根號的話 有可能就會造成這個-1會有麻煩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如果要這樣子定的話 這個S要把它定在一個正整數上 OK 就是它是從正整數的角度去逼近到無窮大 像這樣的case的話 只在正整數上考慮 那它其實就會跳 它會去跳動 那這種情形的話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看它就是不存在的情況 OK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定它 反正就是不會在0跟1之間 因為其實最大的問題會出在0跟1之間 因為你要開根號 那你如果不開根號的話 其實其他的case倒是還好 OK 但是我還是就這樣寫好了 這樣寫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函數 這個函數是 你看這個0不能代音去 0代音去的話 它這個很明顯 這個值就會不存在嘛 對不對 它實際上這個圖是一個很明顯的震盪 就是它這個圖形其實是在 1跟-1之間跳動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曬函數 只要是曬函數 就會被夾在-1跟1之間 然後它是越靠近0的地方 會越抖動的越厲害 那我是畫得很爛 課本上面可能有比較好的圖 對它其實就是 在0的附近它會抖動很厲害 但是就是在-1跟1之間跳動 然後越往外就會這樣 像這樣 有點像這樣的一個圖 好我不是很會畫 對對對 乖乖的好像不是這樣 可能像這樣 類似像這樣的圖 OK 中間是不斷的劇烈的震盪 所以它到底那個地方 基本上它是不存在的 那我這邊全部都是直觀去看 為什麼真的不存在 我們待會從其他的定義 我們再檢視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就是 這個函數我們還會看到 而且我就講說這個函數 因為它在0的地方不存在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考慮把它擴充出去 擴充成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分段函數 那你把它擴充出去之後 其實能夠考慮的事情就更多了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分段函數 以後會常看到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 不管是算極限 算連續性 函數的連續性 或是算倒數 就是算微分 都有可能會看到這樣的分段函數 所以同學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h ok 那基本上就是 這個東西 還是一樣極限不存在 不知道我可以看 所以第一個是直觀判斷 那第二個開始我們就要講 比較特別的定義方法 所以第二個我們開始就要來看 那個比較特別的定義方法 所以第二個我們就從 數列的角度來定極限 那你看這個數列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要多定義幾項事情 所以第一個 好我們第一個奇怪的東西叫導極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導極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先定一個a 這個a其實就是實數裡面的直極了 所以你第一個可以先看到a 會包含在r裡面 這絕對沒有問題 好這個a一定會包含在r 所以它是實數集中的集合a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是直極合 好就是直極合a 然後我們真正定的東西叫導極 那什麼叫做a的導極 那a的導極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a把它扣掉 a集合扣掉小a這個點 好小a這個點我不管 就是把它扣掉 扣掉之後我去找出一組數列 落在這個集合當中 使得這一組數列的極限是a 我把這樣所有的a都收集起來 所形成的集合就叫做a的導極 所以呢 a的導極 我們通常是寫成a' 所以再講一次喔 意思是說我先去取一個a 這個a呢是實數裡面的子集合 就隨便取 好隨便取 你就取一個a 那待會我就告訴你這a要幹嘛 這個a要拿來當成是 我們函數的定義域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考慮這樣一個a 那我取一個名字叫做a的導極 那這個導極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講它是在蒐集一些點 怎樣的點呢 就是我今天就把這個大a集合 這個大a集合先扣掉a這個點 你想想看為什麼我要扣掉a這個點 因為其實看看我們剛才在這個地方畫了三個圖 有告訴你說那個a點不管有沒有定義 基本上對我們算極限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所以我們就是在取這個an的時候 故意把a點避開 然後在裡面取 我們去找這個an 然後呢 就是an使得這個極限是a 那這個a只要是找到an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就把這個a收集起來 所以收集起來的這個形成的集合 就叫做導極 這個你不用死背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現在只在告訴你說 我們用不同的幾種方式來看極限這件事情 所以導極取出來要幹嘛 我現在要用這個導極的方式去取a的極限 所以我盡可能用中文寫 但用中文寫的話就怕漏字還是看一下 對 所以我們來定什麼叫極限 所以極限簡單講就是我先把這個a取出來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過 這個a我希望它可以成我的定義域 所以我就取出一個a集合 然後我希望這個f是從a打到r這樣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我想要幹嘛 若所有取值在a插集小a點 所以就是把那個小a點扣掉 扣掉不計 不管這個小a有沒有在a面都沒有關係 反正有的話就扣掉 沒有的話你這樣子還是會得到a 對不對 然後呢 中並收斂到a的數列 當然你要注意我們現在考慮的都是無窮數列 不會再有那種有限的情況 如果我所有像這樣的數列 f of an 就是我把an丟進去 這個數列也收斂 則我們就說這個f of s的極限存在 就是在s去近於a的極限存在 所以我就把它寫下來 所以你看很有意思 它的極限是用這個方式定的 它是用極限的方式定的 簡單講就是說我要去看那個x這個東西 用什麼方式b進到a 它的看法就是說 反正這個a就是我的定義欲 這a就是我的定義欲 那我就是在a減 a差極掉小a點中 就在這個集合裡面 抓出會收斂到a的數列 我就去找 所以這個數列反正就是你要去找 但是是所有的喔 所以你必須要找出所有的數列 都要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對於所有這樣的數列 我把它帶進去之後 f of an 這個數列也收斂 那我們就說當s去近於a的時候 這個f的極限存在 這是從數列的角度來解釋 什麼叫做函數的極限存在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懸 為什麼要這樣定 這樣定當然是有它的好處 因為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函數 那些函數你要去證明它極限不存在 有時候不是很容易 但是你有了這個數列的方式去證 反而很簡單 我們待會會舉例子 你待會就會看到為什麼很簡單 而且例子事實上就是 我旁邊寫的那個h的那個例子 我待會要證明那個h的極限不存在 然後就用這個方式證 因為這個方式 證出來的方式 會讓我們比較容易接受 不信我們待會寫一看你就知道了 雖然這個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這樣了解嗎 那你這些東西都是只是告訴你 這些極限怎麼來 你不用太執著 為什麼 因為其實到後面很多東西 維基分很多東西算 只是說之前面是一些觀念 我大概就是讓你知道說 我們從幾種角度來看 維基分這件事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了 所謂的極限存在了 那極限到底是誰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極限算出來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定極限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想要知道說 這個極限存在 那到底這個極限是什麼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好我們來看一下重要的性質 所以就是說如果 函數的極限存在 則極限必為1 這個值只能有一個嘛對不對 把我們剛剛那個震盪來震盪去的 搞不好就可以算了 問題就是不行 那這句話其實可以換句話說 我們會存在一個L屬於R 滿足收斂到A的數列都有Limit N去應到無窮大 AN的L 這個實際上就是極限必為1的意思 所以只要函數的極限存在 那極限必為1 那換句話說是一定會存在一個實數L 所以這個我就直接用符號寫 就少掉很多次 存在這樣的實數L 會滿足對於所有取值在這上面 而且收斂到A的數列 AN來說呢 這個一定會有 N去應到無窮大的AN等L 一定有這件事情 那只要這件事情滿足 我們事實上就告訴人家 這個意思其實就是 當我的S去應到A的時候 我的F的極限就是L 所以就把它寫下來 好 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意思是說啊 事實上我們講S趨近於A 事實上S趨近於A也是一個行為 雖然它是一個前提 因為我們要看的是那個函數的極限 但是S趨近於A這件事情怎麼描述 簡單講就是它用集合的方式來描述 它用集合的方式來描述說 我先從這個集合當中 先去取所有 就是它去取 會收斂到A的這些數列把它取出來 所以對於所有的這樣的一個數列 那假設這個東西也會收斂的話 那我們就說 當S趨近A的時候 F的極限存在 那這個存在總是要有個值嘛 所以這邊第二件事情就是告訴你說 如果函數的極限存在 那極限一定是唯一的 那也就是說 我一定會存在一個唯一的數字L 屬於R 滿足什麼 滿足對於所有 會收斂到A的這樣的一個數列 AN都會有這個極限 OK 那這個極限其實 什麼叫N去到無窮大 AN等於L 都有這件事啦 因為AN是定義裡面的話 把它帶到A補裡面去 然後算出來再是L嗎 所以在這種時候 前面這件事情就在敘述 什麼叫做S趨近到A 所以我們是用數列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這整件事情 我們就把它稱為 當S趨近到A的時候 我們的F的極限是L 那你會覺得很玄 就是整個這個說法 到底要幹嘛 好我們實際上可以拿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來看一下 看一看我們來驗證一下 這個極限到底會不會存在 我們來看這個H 我把它重寫一次 好所以我教你用一次 就旁邊寫了一堆 到底要怎麼用 那你要記得喔 我們說極限存在 是對於所有 所以意思是說 我後面的這樣的一個數列 假設是你收斂的值 就是都不一樣 OK 那我們就說這個東西 它的極限是不存在的 這個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怎麼做這件事情 你看喔 我們這邊做法是這樣 我可以去取兩個不同的數列 一個是AN 這個S我們取 2Nπ分之1 OK 然後我們再取一個YN 2Nπ加2分之π 好我們故意這樣取 那我們這個取出來之後 那你看看這個東西 是不是它都不會靠近我們的0 就是它不會是0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這取出來實際上 全部都是R X極掉0 因為我們現在的定義 實際上是只有0沒有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RX極掉0 不是說0沒有啦 上面這種情況0沒有 下面是有 但是我們在考慮的時候 都把0B掉 好所以我們取兩個數列 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考慮這兩個數列的極限 都沒有問題嘛 這個極限一定是0嘛 大家應該會算 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你分母這個地方 2Nπ π是固定的 N跑到無窮大 分母是無窮大 所以整個是0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也是0 N群到無窮大 YN 好這兩個都是0 因為這邊是無窮大 無窮大加一個 二分之π 根本沒差 是無窮大 所以你無窮大分之1 好這個東西就會跑到0 好它會跑到0 所以這兩個極限 所以都滿足我這邊 前面所說的喔 它就是都會收斂到A 對不對 A就是0嘛 所以我都是取出來了 對不對 取出來之後要收斂到它 但是所謂的極限存在 什麼意思 極限存在是對於所有 收斂到0那樣的數列 它在這一個函數的數列 也要收斂 所有的都要收斂喔 那我們來看看它有沒有收斂 那我們來check一下 N群到無窮大 F of Sn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來看它 這個東西會是什麼 要帶它 因為你要知道我們今天在算極限 不是看那個0的行為 是看不等於0的時候的行為 所以你把這個東西丟進去之後 分之1 它就會變成limit N群到無窮大 sin 2Nπ 好那這個沒有問題啦 因為是2的倍數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反正就是2π乘倍數 而且你要知道我現在 因為是數列的關係 這個N全部都是正整數 所以正整數的2Nπ一定是0 這個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把YN帶進去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都是2Nπ加它 所以這一定是1 OK 所以你發現這兩個帶出來不一樣 E收斂 所以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你看那兩個東西是極限 就不相等 所以不相等的情況下我們就說 OK 就先把它這樣寫下來 這兩個是收斂 它收斂值不一樣 所以應該是 對應到 我看一下這邊這句話 全部都收斂到A 收斂到0 所以沒錯嗎 然後這個東西也收斂 這邊應該少一句話 應該是要收斂到同一個極 所以是我自己少打了一段話 我看一下喔 因為應該是我這邊要再加這句話 因為它必須要收斂到同一個值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所謂的那種就是 那個極限的概念啊 我們其實都對應到下面的這件事情 那極限一定要為1 所以你不可能說 你取不同的這樣的數列 它收斂出來的值就不一樣 這樣不行 所以你必須要收斂到同一個值 所以我就把它加上這句話 所以你要到頭一個值 但是我們剛剛發現說 你今天就是帶這樣的 sn 它會得到0 那你要帶這樣的 yn 帶進去到e 所以你這兩個東西的值不一樣 那我們就說 這個東西的極限不存在 ok 因為那個是定義 所以定義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你極限不存在的話 就代表上面這件事情也沒有成立 好所以你可能就是 稍微留意一下這件事情 ok 所以我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把我們的這個例子的 那個0的極限不存在定出來 那你如果想要再去看一些 像譬如說 它有一種例子是 這個f of s 等於0或1 然後s屬於有理數 然後s屬於無理數 不然就這樣寫 ok 所以像otherwise 然後這個f of s 是從01 然後定到r 那實際上你說r只有兩個值 就有0跟1 像這種case的話 其實我也是可以直接就是用這個例子去做 那就變成說 你可能就是要想辦法去找 就是適當的有理數的數列 因為你可能就是 譬如說你要考慮 某一個有理數點之類的 那你就是看你要定說 你要去印到a 然後a可能是某一個有理數 那你可能就要想辦法在 我們定出來的這個區間當中 想辦法去找一些數列 然後去證明 就是你把它帶到f of s 裡面去之後 取極限之後 它的那個 這個f of s 這個數列 它沒有辦法去印到同一個值 ok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說它的極限是不存在的 所以這個反正就是一個case 這是一種看法 我們從數列的角度裡面 也可以去看看 到底什麼叫做函數的存在性 極限的存在性 所以這是一個看法 知道有沒有問題 那事實上課本裡面沒有提到這一個做法 那課本裡面真正提到的是 我們大家要看的第三種方法 就是從數學語言來看這件事情 所謂的數學語言是 我們之前講數列的時候 有講到f of delta 這件事嗎 就是f of n 你有沒有印象 我們就有畫一些圖啊 然後區間啊之類的東西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也從f of n 的角度 我們來試試看第三種方法 我們來定什麼叫做極限 但這個方法是有可能在之後會用到的 因為其實你用數列的方式 其實要來說明一些事情相對簡單 否則如果你今天要直接 用我們直觀的方法去看說 這個極限是不是0 這根本沒有辦法做 直觀的方式是看不到的 你如果要從左極限右極限那也看不到 所以要換個方式來試試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種case 第三種看法就是 從數學的嚴謹的語言的角度來看 什麼叫做極限存在 所以我們說s區印到a f of s 假設它是l 那就代表if and only if 這我們上次講過就是充分必要條件 左邊對 右邊就會對 右邊對 左邊會對 好 這個你要再看一下這個 跟我們上次寫的數列的有沒有很像 但是又不太一樣 你記得我們數列是怎麼寫嗎 數列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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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是數列的這個是函數的 長得很像 好 但是你有沒有印象就是我們之前講 這個東西這個n0值的是像 某一個像 所以我們之前還不是教你把那個像也找出來 從那個圖形可以看得出來對不對 然後之前有教過你什麼 之前教過你說你要拆這個區間 這個你要會猜 我們之前猜過它叫做l-f 小於an小於l加f 所以這個f是什麼 f實際上就是一個區間長 所以你有那個區間長定出l 你就可以把那個l加f總跟l-f總這兩條線定出來 那定出來之後我希望這個n大到一個程度之後 它所有的an都會落在我的這個區間中 所以我們當時講極限的 數列的極限的收斂是這個樣子講 這樣的問題 那像這個是講函數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東西呢 我們希望它算出來是l 那這個東西如果算出來是l 是什麼意思 它意思也是會for all epsilon大於0 這個eph總一樣是一個區間長 我們待會一樣會畫圖給你看 這個一樣是區間長 它的意思跟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這邊有一個新的符號叫delta 這個delta的符號呢 它也是一個區間長 所以你不要被嚇到 這邊這個n0是像 它是像數 就是第幾像第幾像之後的某一像 那這個delta也是區間長 怎麼說呢 我們從下面看 使得下面這件事情成立 意思是說 當我s-a絕對值在這個區間當中 那就會有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把它拆解看看喔 我們第一個先來猜這一項 這一項寫法代表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0大於s-a的絕對值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s不等於a 這個是不是很符合 我們在講極限的時候 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不要管那個a 我們把那個a秉除在外部看 所以刻意不要去考慮a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讓s-a的絕對值大於0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希望s-a要小於某一個delta 那這個delta一樣就猜絕對值 猜絕對值會變成 一樣嘛就是負delta 小於s-a小於delta 一樣有這件事把它寫下來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是不是可以推出 我們的s就會落在a-delta 跟a加delta之間 所以這個delta也是一個區間 它代表的是x的區間 那這件事情大家很熟啦 這件事情就直接猜就好了 所以這其實是x-a小於f 小於l加f 這就是猜絕對值啦 所以你會發現那邊有個區間 這邊有個區間 是什麼意思 我們直接來畫圖 圖畫大一點沒關係 好反正是函數嘛 所以就是sy走了 然後這個呢 反正就隨便畫一個 y等於f of s 好那我現在想要看的是 這個函數在a的極限 好先把a點標出來 好乾脆畫直接一點 好y等於l 所以這樣高一個焦點 對不對 焦點在這 好那當然我今天是畫一個 就是剛好沒有斷掉的情況 那有可能那個點是空心的嘛 那我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點對應的高度就是l 好那我們來看看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從頭到尾都要搞清楚 第一件事情是先給f song區間 跟之前一樣喔 我們之前的做法也是這樣 我們第一件事情是先給f song區間 因為念法是for all f song嘛 所以我就先找一個f song啊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是先given一個f song 就隨便先給一個橘色的 那我們給完橘色的這個f song 我們說它是一個區間場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l-f song 跟l加f song定出來 好所以我們就把它釘出來 好所以譬如說可能這樣 所以譬如說可能這樣 l加f song 然後l-f song 這個東西是我要找的 這我要找的 就跟我們之前這個東西 也是我要找的一樣 我們要找它 所以呢 找它什麼東西咧 好你想想看嘛 這個delta是跟我的s的範圍有關 在這裡 跟s的範圍有關 好那我們來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故意做垂直線 好我們故意做垂直線 把它垂直下來 這兩點 這兩點 ok 好那你要知道就是說 我就是想要看看 落在下面的哪一個範圍 對應上去之後 可以使得紫色的這個線段 都落在我的橘色區間中 就是想做這件事情 那你要知道這個掉下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現在是畫很爛不太準 事實上掉下來的時候 這個通常區間是不對稱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是畫的太爛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畫歪啊 這邊現在應該是比較短 這下也比較長 所以我故意畫一個放大板在下面好了 這樣大家比較清楚 所以a在這 然後事實上我剛畫出來應該是這裡短 然後這裡長 就上面有一條線下來 好我是畫太爛了 不知道為什麼看不太出來 那你這樣子之後要幹嘛呢 我要找一個delta 使得這個區間打上去之後 的這個紫色這一段 會完整的落在這個橘色之間 我想要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是不是缺乏很多種 我現在呢 這個區間 因為我要找一個對稱的嘛 因為我們需要找一個區間長 找一個對稱的區間 中心呢就是a a-delta a加delta 所以我乾脆就是去找 比較小的那一段嘛 我就乾脆取這個比較小的這一段 我就這樣取 這邊 這邊 這樣行不行 行啊 就是這邊取delta 這邊取delta 這樣問問題 所以這邊我可以就叫做a-delta 然後我就讓這邊叫a加delta 好 那這樣會怎樣呢 來看看喔 因為我這邊畫太爛了 所以大家就假裝 假裝它是對稱的 假裝它是對稱的 因為我實在畫太差了 然後呢 打回去 所以打回去之後 要打到這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段紫色的 是不是確實有在這個橘色區間中 沒問題嘛 對不對 這樣data就找完了 所以data的招法很簡單 通常是找 因為你打下來之後 可能這兩邊不太對稱嘛 啊不對稱 你就找小的那一個就好啦 你找小的那一個啊 然後把它當成是我們的 有點像半徑那樣的概念 半徑啊 這邊畫一個 這邊畫一個 所以這個是對稱的一個區間嘛 那我有這個區間 它一定會落在紅色之間 打回去之後的這一段紫色 一定也會在橘色之間 是不是這樣 那我們的delta就找完了 而且這個delta的招法不唯一 你想要再找小一點也可以啊 因為我現在是故意找 就是比較小的那個 當作是delta 你還可以找更小一點的也行 所以你找更小一點的 反正就是更小一點的區間在裡面 往上打 紫色這一段 是不是還是保證在橘色的中間 對不對 那就沒問題了 那就沒問題了 所以呢 這邊的delta找的是什麼 區間長 然後呢 這邊的f zone 也還是區間長 所以我是先給定一個f zone 然後呢 去找一個區間長 使得當我的x 落在這個範圍內的時候 保證這個f of s 也會落在這個範圍內 就這個意思 這樣沒問題 所以delta也是區間長 那delta是我要找的 而且delta我強調過不唯一 就像這個n0也不唯一 這個n0可以再取大一點點都沒有關係 它都不唯一喔 你只要找一個零界的就好 所以我剛剛零界的找法是取 比較小的那個區間 OK 所以意思是說 假設你今天畫出來是這樣 A在這 好假設你剛好打下來之後是這樣 這樣 假設啦 故意的 我本來畫得很誇張 那你也可以取 這邊叫delta 然後這邊叫delta 所以這邊是A-delta 這邊是A加delta 反正呢 你取比較小的那個區間 打上去 這邊對應到的這個紫色這一段 一定還是會被夾在兩個橘色之間 一定還是會做到的 所以那個delta絕對不唯一喔 delta就是找一個剛好的就可以 那你如果找不到剛好 要找小一點點的 也還是可以 這樣沒問題 但是要保證一定能找到 所以對於所有你找的區間epson 只要都找得到這個delta 那我們就說下面這件事情 就是使了下面這件事情成立的話 那我們就說這個極限等於L 所以這個就是眼鏡的數學語言 用數學的角度來看 到底什麼叫做極限的存在 這樣沒問題 好所以你要記得 其實它的起手式跟它很像 都是先給epson 然後有epson之後先給這個區間 然後區間的線先畫好 然後去觀察其他我要的事情 這樣了解嗎 都是這個樣子 好 起手式很像 你可以比較一下 那這個東西呢 它就可以用來證明極限的存在 因為它是用在證明 當極限等於L的時候 怎麼去說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來試試看 我們要來真正看喔 很神奇喔 就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不太習慣這個寫法 我們先找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老師在開玩笑嗎 這有什麼好證的咧 就是s區移到a c等於c 這個極限一定是c嘛 因為那個c的意思是說 它這個函數是一個常數 它的高度就是永遠都是c 那高度永遠都是c 你怎麼趨近 你找它的那個極限 函數極限一定都是c嘛 對不對 但是它真的可以證耶 太神奇了 好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猜這個data是多少 你要記得這整件關鍵啊 都在做這件事情 我要知道的都是這個data是多少 就像我們之前找的都是N0 對不對 我們之前不是有把N0算出來嗎 直接看圖去找出來 那我們現在也是要找data 那我們來看這個data怎麼找 所以這個case比較特別 第一件事情 我們都要猜猜看 好我們把這個例子講完在下課 我們來猜猜看 而且是猜中一個值就好了 因為這個data 我說反正就是 你可以取很多不同的情況 那我們就猜中一個就行 那我們要猜之前 我們一定要照我們的目標 我們是希望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是希望 讓for all epsilon大於0 存在data大於0 使得 下面這件事成立 下面這件事把它寫下來 所以使得 一負 0小於s-a小於data len 好我們現在的函數是c喔 我們是不是要用f-l 所以是c-c 因為現在的f跟l都是c 所以是c-c 小於f 我們是不是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已經把我們的題目套進去囉 但是你會發現 發現什麼 c-c是不是永遠是0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f永遠都會大於0 意思是說 我根本就不管我data取多少 這件事情永遠都會有 所以這個時候 data可為任意數 當然任意數則是任意實數 你這邊就不要想說會有什麼i啊 不會 這邊講任意數都是講任意實數 它一定是任意數 這很神奇喔 因為呢 剛好c-c一定是等於0 那f一定橫正 因為f本來就是取正的 因為是對於說的f總大於0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這時候data取誰有差嗎 沒差 我就直接取一個 隨便取個1取個2什麼都行 所以把它寫完 所以第二步才真的要正喔 不是在這邊就正完了 這邊是猜猜看 所以我這邊乾脆任意數的話 我待會就隨便取個1好了 所以我這邊第二件事情 我就告訴人家 所以我要去證明 這個data是可以用的 好怎麼正呢 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敘述重新再寫一次就好了 for all f總大於0 存在data 隨便寫 真的是隨便寫 所以我現在取1 取1只是好看而已啊 單純就好看 你要取2取3 取根號π 你要取什麼奇怪的東西 都沒有關係 只要是正數就可以 因為是正義數嘛 使得1負0小於s-a小於1 這邊就是c-c等於0小於f總 就正完了 就這樣寫一次而已 看起來怪怪的 因為這題真的是怪怪的 因為這題剛好是一個data區 什麼都可以的情況 這樣沒有問題 我們待會會找其他的case 你就覺得不會那麼怪 但是這整個邏輯要搞清楚 第一個是先拆 拆拆看我要什麼data 先把data拆出來 那因為它是正義數嘛 所以真的是隨便找 你只要找一個大量的數字就可以 找誰都行 找出來之後 然後滿足這個敘述 就結束了 好所以就正完了 所以這個其實 整件事情正完 就代表這個極限等於c 好所以乾脆再多寫一步好了 好所以我們待會再看其他的例子 大家可以先休息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我們一步一步來啦 就是我多舉兩個例子 然後大家習慣那個思維就好 就是你如果真的回去覺得很吃力 真的學不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反正後面極限還是要會算嘛 極限會算比較重要啊 所以呢 這個來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拆 拆data 而且這data 只要拆出一個值就好 那我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這個定義很重要啦 因為這個定義其實用來證明 很多的數學 都是用這個方式去證的 就是很多數學定理都是用這個方式證的 我甚至也會舉一個例子 大概證給你看看這樣 就是你大概參考一下 知道說原來是這樣做的 那這個要你去猜 那我們剛剛講 你要你去猜就是先去看我們希望做什麼事情 我們希望for all epsilon大於0 存在一個data大於0 使得 然後這邊就變成是s-c 因為f of s現在是x 那我們極限是c 對不對 所以是s-c 小於epsol if 然後 0 小於s-c 小於data 這邊的s-c 是因為這邊有一個s去進去到c 所以你要搞清楚 就是這個東西是因為這個 那你有沒有發現寫下來很像啊 這邊是s-c小於epsol 那是s-c小於data 那我今天給你一個 那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 這個 一個 對一個值 對不起 我沒有寫清楚 一個值 因為那個值不能寫了 因為了的話就是唯一的一個值 對它是寫一個a代表是一個值 我只要找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對 所以呢 這個東西 那你會發現這個跟那個是不是長得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就只要去取 data 等於epsol 就好了 所以這個例子很簡單 所以第二個就可以來證明了 那我們就直接寫 所以 如果epsol 大於0 存在 存在 data 等於epsol 也大於0 使得 1-0 小於s-c 小於data lan 我們的 f of s 減掉我們的極限值 會小於 因為一開始知道它小於data嘛 那就等於epsol 那就得證了 因為我們的重點是要證明它 小於epsol 所以我這樣取就會直接等於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s-c s均定到c的s就是c 好這樣有沒有一點點取東西的感覺 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是觀察出來的 所以你要知道是值怎麼取的 都是觀察出來的 你會發現這邊跟這邊 就很像 那我們現在是已經給epsol了 知道一開始epsol是先給的嘛 所以我乾脆就是取epsol跟data一樣就好了 所以我取它們都是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對於所有的epsol大於0 隨便給一個區間長 都可以找到一個data 使得 就是當這個區間成立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落在小於epsol的範圍 沒錯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極限就被證明了 這極限就被證明了 所以我們最後再舉一個就好了 因為這邊我也不想舉太多 最後再舉一個比較實際的例子 實際可以看到值的 我們來取個譬如說極限s去印到3 2s-5等於1 我們來證明這個極限成立 這個大家都會算嘛 326-5對不對 好極限是1 但是我怎麼說它是對的 所以再重寫一次喔 for all epsilon大於0 存在data大於0 使得 好下面重寫 函數現在是2s-5對不對 這是函數 f of s 我希望再減掉l l就是我的極限值 要小於epsol 1-0 小於s-3 好因為現在是3 然後小於data ok 好那我們最後一想 那我要怎麼取呢 我們來算看看 2s-6 絕對值等於2倍的s-3 提出了 絕對值 對不對 然後呢我希望它小於epsol 但是我又發現很像的東西了 在這兒 這邊有一個絕對值s-3 這邊有一個絕對值s-3 我希望它小於data data要取誰比較好 你看看嘛 我epsol是先給的嘛 我把2除過去 這個是不是就小於2分之epsol 所以你會發現 s-3 會小於2分之epsol 根本就一樣了嘛 所以我就取 data等於2分之epsol 就這麼取法 有沒有看懂 再看一次喔 這個是我要做的結論 那我就從這個結論去看 把這個兩倍提出來 所以這邊是s-3 那你會發現這邊s-3 跟這邊s-3 哇超像的耶 根本就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2除過去 所以你除過去之後 啊根本就一樣了 所以data就取它 就取它 那接下來要證明它是對的 那就很好寫了 因為我們都取好了 整個重寫 所以呢 對於epsol大於0 存在data 剛取出來是2分之epsol 對不對 使得 若0小於等於s-3 小於data 則我們的2s-5-1 等於兩倍的s-3 絕對值 對不對 那因為我知道 這個小於data嘛 所以它會小於兩倍的data 那data取的是2分之epsol 所以等於2乘上2分之epsol 等於epsol 就做完了 因為整件事情已經小於epsol了 所以我就做完了 所以得證 你會說啊數學線好閒啊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它是真的有用啦 沒有用誰要這樣做嘛 對不對 但是一開始不太能接受 真的沒有關係喔 因為事實上 就算是連念數學系的學生 都要花點時間適應這個語言 那尤其數學系的學生 看到的函數都比較複雜 可能又不是這麼單純 好像很容易就湊出來 那你稍微複雜一點的時候 你其實是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記得課本好像有那什麼s平方的例子 類似像那樣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但是我就覺得不需要講太多 就讓你知道說有這樣語言 然後這個操作你知道怎麼做 就已經足夠去證明我們之後一些定理了 就夠了 因為我們之後可能會去證明一些定理 其實你只要懂到這樣 就可以證明後面的定理了 真的 所以也不太需要再去找一些更奇怪的情況 但是關鍵都在data 我就是要去找那個什麼樣的data 是我要的 然後能夠去滿足我的這個數學語言 那能夠滿足這個邏輯的就一定是有這個極限存在 那你要知道這個f總是隨便找的 所以你data會跟這個f總在變 好所以你data就是你f總有無限多個 你data也會跟著f總會有無限多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所以我們整個 函數的極限終於講的差不多 我們接下來終於可以看一些性質了 那性質的意思就是我們可以開始來算東西了 好所以可以來看1.3 事實上1.2我已經講的跟我原本寫的有點不太一樣 好沒關係啦 反正講的不太一樣之後再調整回來就好了 好所以1.3大家就會很開心了 因為我們開始要講一些性質 好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實際上要來算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些性質 那我們就把性質寫下來囉 所以我們就直接寫 好我們就是有一些計算法則 這邊先寫下4個加減乘除 然後有一個是乘c倍 這個c是一個常數 意思是說如果我今天先把這個函數乘上c倍 取極限 它是讓這個c可以提出來 變c倍的limit s去應到a 然後算f of a ok 那第三個可以算乘 這兩個相乘呢 取極限 可以把它拆成兩極限相乘 先把極限分別算出來 然後乘在一起 但是你要記得我寫的前提上面都有告訴你了 你這個前提是你的f跟g的極限都要存在 極限存在什麼意思 再講一次 極限存在意思就是 會存在兩個g屬於實數 然後使得這個極限等於l 然後這個極限等於m個別的 其實我是偷懶啦 應該要分開寫 好像比較好 反正就是個別的 會個別分開存在l跟m是實數 使得它的極限就它 這個就是極限存在的意思 但一般我們可能不一定會寫出來 那有除 有成就有除 所以第四個是除 好那反正看起來簡單 裡面都隱含一些重要的概念 好你要注意我這樣寫的意思 我如果這樣寫的意思是說 在g的定義裡面 這個g of s都不會是0 我才這樣寫 這樣了解嗎 我這個寫法的意思就是 我已經承認了這個g 在它定義域裡面都不會是0 因為分母是0就不行 但很有意思的是說 我今天就是希望把極限都放進去 有時候你原本的函數不會是0 對不對 但是算極限就變成0 有沒有這樣的函數 很多喔 所以這樣寫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這個極限不能是0 好所以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這個你要小心 就是有一些函數是 原本的定義域裡面 所有的值帶進去都不會是0 完全不用怕 但是一取極限 就會變成0 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有 所以我這邊寫個remark 所以要注意的這個4 就是 然後我們就是取 g of s 等於s分之1 然後這個g呢 是從r 差極掉0 然後打到r 對不對 好我們就這樣定 那我這樣定的話 當然這個g of s 就不會有問題 因為它沒有0了嘛對不對 那沒有0的情況下 你把它帶進去算 都ok 但是呢 你要注意 極限 這個例子好像取得不好 我應該是取 沒差啦 但是你s去到無窮大的g of s 就會等於0 是不是有可能就變成這樣的情形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你可能就是函數值已經避開 不會有0的情況 但是 你可能就是 一算極限之後又跑出0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ok 所以這個可能從4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remark要小心 有一個問題大家很常算錯 這是從第三點來的 一再跟你強調就是說 你要能夠猜 一定要能夠是兩個極限都存在的情況下 才能猜 所以你要就是注意這個例子 如果今天要你算 當然不是到無窮大 確定到0就好了 好 這個怎麼算 我跟你講很多同學會這樣算 老師這很簡單 這個極限是0啊 這極限怎麼管它的 0成那個一定是0 可以這樣算嗎 當然不行啊 他不是這樣算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東西不能猜 總之呢 我反正今天可能來不及講 所以今天來不及講的話 就是下次講 因為下次還是會看到 絕對不能這樣算喔 不等於它喔 絕對不能這樣算喔 因為你這樣算的話 就是承認這兩個極限都存在 但是這個極限不存在喔 所以不能這樣寫 這樣了解嗎 所以注意不等於它 怎麼算我們最晚禮拜四會講 今天如果來不及講 就禮拜四會講 因為這個例子也是我們會講的例子 OK 所以有幾點稍微要注意的可能都要看 那我就證明最簡單的case就好 最簡單的case是第一種 好第一種case我們來證一下 怎麼證 你會覺得老師這個不是一看很顯然嗎 你不覺得我們上一節課都在做很顯然的事情嗎 然後就用很奇怪的數學語言在證明它 所以我們試著來證明第一個看看 試著來證明第一個看看 好那我們來證明它喔 所以呢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極限存在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是先把極限假設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存在L跟M使得這兩個極限就等於它 因為反正一開始定義就告訴你那極限存在嘛 那既然極限存在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的極限寫出來 好一定會存在L跟M 然後使得這兩個極限等於它 那數學語言告訴我們什麼 好我現在又要把數學搬出來了 你給定了εφ 就可以算區間嘛對不對 那那εφ是區間長 那所以這個區間長呢 隨便給 因為反正是for allεφ 所以我只要找一個εφ 然後看看後面會發生什麼事 找εφ 所以我就given 所以我們寫法上是寫givenεφ 大於0 就是給定其中一個εφ 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再說 那對於第一個極限來講 它一定會存在一個εφ 大於0 使得 如果εφ 0 小於s -a 小於Δ len f -l 小於εφ 是不是一定有這件事 就是我們整個數學語言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那對於第二個g呢 那個極限也存在嘛 那我乾脆也給同一個εφ 譬如說你εφ原本給100 那我下一個也給100 那我下一個也給100 這個給1 那我下一個也給1 用同一個εφ 所以就會存在一個新的delta 所以為了去區分兩個delta的不同 我乾脆把delta取名字 這叫delta1 ok 然後我們這邊取delta2 是的 然後 然後 if 0 小於s-a 小於delta2 len g -m 小於εφ ok 好 我乾脆就是在同一個εφ 就是固定一個區間的情況下 把兩個函數的delta都找出來 但是兩個函數的delta 答案不見得會一樣 通常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去故意找一個叫delta1 一個叫delta2 然後按照數學語言 好就一步一步寫下來 所以下面都是你剛看過的數學語言 那差別只是我把兩件事寫在一起 因為我們用了同一個εφ 那你現在想想看 我現在這邊有兩個區間 我們再三更同學強調 就是delta事實上就是一個區間的概念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區間 這邊有一個區間 上面這個區間的意思是 a-delta1 小於s小於a加delta1 好畫出來可能像這樣 這是a 然後a-delta1 a加delta1 這第一個區間 然後第二個區間告訴我們 a-delta2 小於s小於a加delta2 好那當然delta1 delta2誰大誰小我不曉得 那我故意畫的不一樣 就是跟他的值不一樣 所以這是a 那我故意取比較小 所以這個是a-delta2 然後a加delta2 好故意取一個比較小的 事實上我不曉得誰大誰小 因為這樣取誰看得出來 那我們就姑且假設這個delta2比較小 那我現在希望把這兩件事情 湊在一起 為什麼要湊在一起呢 因為我們真正想證明的事情是這件事 我們希望證明的是這個極限 等於l加m 我們是不是想要證明它 這個極限等於l加m 就先不要看減的 就先看加的就好 那l加m的話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我要去看一個絕對值 這個函數加這個函數 減掉l加m 是不是這樣 小於f song 理論上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做到這件事 對不對 所以是這個函數 要減掉這個極限值 小於f song 當這個事情成立 但是現在這個delta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兩個delta 上面一個跟下面一個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這兩件事 湊在一起的話 我就要找一個共同的delta 使得上下同時成立 那你要怎麼拉上下同時成立 是不是就找一個共同的區間 對吧 那共同區間怎麼找 就找小的那一個啊 所以你會發現 欸我畫的比較小 那我是不是就取小的那一個 因為在小的區間當中 是不是第一件事成立 第二件事也成立嘛 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說 你就比較delta1跟delta2 看誰比較小 這樣了解嗎 你就找誰比較小 找比較小的那個值 就是我要找的新的delta 因為我要找一個共同的區間 使得他們都成立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趣 這中心一定都要是a 你怎麼不可能把這個s區間到a s區間到b 兩個極限抽在一起嘛 所以中心一定都是a 所以在中心都是a的情況下 那區間的大小就很容易比較 比較出來之後 我們的區間就找出來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取 所以這是重點 我們就把它用紅色寫 所以我們就取 delta等於minimum delta1 delta2 找小的那個區間就對了 我們就找小的那個區間就對了 所以取出來之後就會有a-delta 跟a加delta 那取完之後呢 就會發現 我們就會 if 0 小於s-a 小於真正的delta 這個delta就是這邊取出來的 這邊不要len 這邊改一個 如此 ok 所以呢 len 我們就把它寫下來 寫在這好了 這邊都先不要 就把它先隔開 所以直接就把它寫過來囉 所以你就會發現 我要證明的是 f s-g 加g s 減掉l 加m 對不對 這個東西事實上就是 拆開 他減他 加他減他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就變成 f s 減掉l 再加 g s 減掉m 三角不等式來囉 你要注意在微積分當中 有一個非常非常常用的東西 叫三角不等式 如果你這邊有兩個數相加加絕對值 他一定會小於等於 這兩個數 拆開絕對值相加 這個一定要會 這叫做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 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 這叫三角不等式 ok 那差不多出來了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在 這個區間之下 小於f 然後呢 這一個東西 在這個區間之下 也小於f 然後呢 因為數學人 比較喜歡美觀 所以呢 通常這個f 會故意除以二 你不除也可以啦 這個就是一種 對美的執著吧 自己想的都想笑 對 但是通常都是這樣寫啦 所以呢 這個就是小於二分之f 再加二分之f 然後讓他最後得到一個完整的f ok 就得正了 所以 就正完了 就這樣 所以呢那邊如果你不除也可以啦 你那邊不除的話 這邊就是寫成2f ok 那也是可以啦 其實也不是不行 反正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一般只是說 你看數學的書 你寫的時候就會發現 大家都好像很有sense 一開始只要取一個二分之f song 因為這還算是很簡單的case 因為有的case 是比較複雜的 那比較複雜的情況下 你就要考慮說 下面這邊要擺一個什麼東西 要怎麼湊 才會湊出一個完整的f song 對 大概是類似像這樣 對 所以整個過程就是在證明這件事情 所以包括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 全部都是用這個方式整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只是你可以回去自己練習看看 因為如果你是寫成相乘 你要湊的話就要點功夫了 可能就不是那麼單純 乘跟除非稍微麻煩一點點 第二個很好做 第二個你可以自己練習 因為第二個其實就是多成一個背書 把背書提出來再把它放回去 這個其實不會很難 比較需要稍微想一下是三跟四 尤其是四 那但是三基本上你抓到訣竅的話 四你大概就會爭 大概就知道從什麼方向去想 所以這個留給你自己去稍微練習一下 好了我也不講太多 但是我就是告訴你說 確實我們學這個方法是能用的 因為它可以用來證明一些定理 而且你不需要學到很複雜的技巧 你光是學到我們講過的那些語言 就已經足以去證明一些定理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是第四點 好那我們就把其他的點也寫下來 因為我們今天至少就是把一些 我們常見的一些運算的法則寫完 然後五跟六這兩個你很親切 因為我們今天都證過 所以五跟六大家都很熟 好朋友 好再加下一行 所以第七個 其實這個五跟六我們都證過了 因為我們今天都用數學圓證完了 第七個其實很簡單 第七個是從第三個來的 第三個是這兩個相乘 那我現在可以考慮把G 也寫成F 那不是就平方嗎 因為F乘兩次 那你要乘三次方就是把那個平方 再去多乘一個F 就變三次方 所以你這個東西可以連乘下去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連乘下去就會變成N次方 所以這邊就會有Limint S去應到A FofS的N次方 對不對 你好有好多N開始 就是好多FofS乘在一起 那實際上就是這個極限的N次方 那當然這邊的這個N是一個整數 正整數 因為我們是連乘嘛 所以這個是from3 好我們從3可以得到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一個乘 所以一定是正整數在乘 所以就是正整數格在乘 OK 這是7 這邊插掉啦 好所以這個是把這個F FofS跟GofS 把它假設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這是Lim FofS等GofS 然後從3就可以得到這件事情 那實際上還可以繼續做 因為我現在這個是兩個乘在一起 那我現在呢 可以把這個FofS 另乘X 那就可以得到下一個8 所以第八個是 S去應到A S的N次方等於Limint S去應到 不用 已經算完了嘛 因為這個實際上就是Limint S去應到A S的N次方 N在外面 那裡面是A嘛 所以是A的N次方 所以這個是from 所以來看看它是從誰呢 它是從6跟7 然後N大還是要是正整數 OK 它是from6跟7 因為我就是先去假設FofS就是S嘛 然後呢我要算這個東西要用到它嘛 所以其實就是6跟7 所以這種case實際上是Lim FofS等於S 所以呢 有了這個XN次方的極限 就可以跑出一個多項函數啦 因為你多項函數是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 就是有一個係數乘上S的N次方 加另外一個係數乘上S的N-1次方 一直加加加 加到A1S 再加到A0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跟第一點 跟第二點 都結合在一起 所以128就可以得到9 所以第9個就是 如果我們的PofS 是一個多項函數 S去應到A PofS 就會等於PofA OK 所以這是從哪裡來的 這是from 128 OK 128這幾件事情就可以抽出它 因為1告訴你可以相加減 把減寫回去 對不對 1這件事情可以告訴你相加減 然後呢 2這件事情告訴你可以乘倍數 然後8這件事情告訴你 就是SN次方都能夠算極限 對不對 所以多項函數當然就可以算極限 好 所以這個是9 然後呢 這個多項函數是一個很常見的函數 還有一個第10個函數也很常見 它叫做有理函數 OK 這個是有理函數的情況 但是有理函數的情況 跟第4個很像 只是我們特別為什麼拿出來寫 只是為了要能夠介紹 什麼叫有理函數 而且 有理函數往後很重要 我們有一些特殊的積分技巧 也都是從有理函數來看 好所以 這個函數是泛指一般的函數 所以這函數有可能是 譬如說什麼 sin除以cos 要你算s趨近到0的極限 好可能是像這樣 那個的話就是特值 就是p跟q都是多項函數 所以多項函數的情況呢 而且使得 就是說我們要去考慮的這個極限 這個c代音去q裡面 不會使得它為0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這邊把它加個q 好像比較容易看 對 所以什麼叫有理函數 就是它意思就是 這兩個都必須要是多項函數 ok 那但我這樣寫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隱含著 就是我們這個分母標是0 好所以我就不特別寫 那但是我們最主要是那個c的情形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c 好那個c它不能是0 好q不能是0 那我們就可以安心的算這個東西的極限 這是第10個 好有理函數的情況 好 所以我們來算例子吧 好 那我們來算個和藍可親的例子 好 作為今天的結尾 我們來看一個還可以的例子 你看到那個三次根號 就知道要把那個三次方弄掉 所以我們先複習一下公式 因為這些公式都是你大學可能會用到的 好 所以還是要知道一下 a三方-b三方公式 等於a減b乘a平方加ab加b平方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可以去令 a等於三次根號1加3s 然後b等於三次根號1加2s ok 然後呢我們按照著上面的配置寫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呢 a三方-b三方會是誰 就是這個東西的三次方 減掉這個東西的三次方 三次根號就把它三次方就沒了嘛 所以變成1加3s 減掉1-2s 欸還不錯啊 s 好看了就覺得很喜歡 對不對 然後呢不喜歡的是這一個 a平方加ab加b平方 這個看了不喜歡 這個呢我們很簡單的寫一下就好了 但是不會展開 因為沒有辦法展開 應該是說你再展也不會多漂亮 所以我們就不要做那種沒有用的功夫 把它寫下來就好 然後思考一下這問題可能可以怎麼做 所以我可以把它變成是 我還故意的 很故意的 故意假設這個叫做a 當然我會這麼寫 就是因為我知道待會要重寫一次 很麻煩 所以我就不想這樣寫 所以原式 好這個式子呢 也不想重寫 就寫一個star 好 star呢就會等於 那是因為我還是要再寫一次 所以我們就算了 就忍耐一下 因為我還是要把這個式子再寫一次 1加3s 減掉三次 根號1-2s 1加2s 然後把這個分母寫成s 然後1加s 這邊還不要算 然後呢 我要有理化 因為這個應該高中有學過 這邊是a-b 所以要乘上a平方加ab加b平方 太好了 我們剛剛已經假設這個叫a 所以叫做a分之a 用紅色寫好了 因為我故意把它假設成a 因為a分之a是1嘛 多層沒差 所以你看我這樣就省了這一步都不用寫了 所以呢 a是這一項 乘上它 就變成這兩個相減 這兩個相減這裡也有耶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相乘 結果是它 也就是x 然後下面就會多乘一個a 沒有關係 把它寫下來 所以它就會limit s去應到0 然後這邊就會變成s e加s乘上a 對不對 上面是x 你要知道我為什麼都要這樣算 是因為一開始就發現0 帶進去是0加0 所以你分母思靈沒有辦法這樣做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就要想辦法看能不能動個手腳 好 所以我這個a一看這一串我就都不寫 就寫在哪 那這邊是不是s可以消掉 那你要記得它能消是因為我們考慮極限的時候s是不等於0的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消 那直接消之後 這個分之一極限能不能算 可以 1加s分之一的極限就是1 那1分之1的極限能不能算 可以 因為a就是這一串 這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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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s去應到0的話 這邊是1 這邊是1 這邊還是1 所以能算 所以我們就直接一步一步寫 所以它實際上就是limit兩個相乘 x去應於0 這邊是1加s分之1 然後limit s去應於0 這邊是1 那1分之1我就不寫了 因為這個極限 這邊是1 這邊是1 這邊也是1 所以是3 所以這邊是1分之1 這邊是3分之1 所以答案是3分之1 ok 這樣沒問題 所以這個你要可能 你如果真的覺得擔心的話就是在多寫 因為limit s去應到0 1分之1 等於3分之1 好 所以就是用一個比較簡潔的方式寫 就不要寫一大串 所以我該做的事情前面就做完 前面做完之後 這邊在寫的時候就輕鬆一點點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能就禮拜四再繼續講 那沒問題可以自己先休息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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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